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言讲故事 由英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229集 好看 很多人第一次见夏小兰 脑子里涌出来的第一个词就是这样 啥文周周的形容词都想不起来 漂亮的一点争议都没有 眼下的风气不一定会推崇这样的美 但美就是美 简单直接让人找不到反驳的话 部队门口有一排柳树 三月柳叶细细 柳条随风飘呀飘 夏小兰穿着一件绿色的薄泥大衣 长度到了膝盖处 里面是一件白色的毛衣 夏身好像随便穿了一条黑裤子 裤脚小小的 那腿真是又长又笔直 绿色一般人扛不住 容易显脸轻 穿在夏小兰身上就是合适 她不仅长得好看 身姿也窈窕 好似那一排排扬柳 风一吹 细细的柳条就挠在人的心上 刚才起哄要来看嫂子 真见了嫂子 却不敢大声说话 当兵的粗之大业 一开口 会不会把人家吓到啊 方影长和高飞 落在一群兵后面 两人都没说一句话 咋能长这么好看 海报上的电影明星 也就长这样了吧 电影明星离大家的距离远 夏小兰可就翘生生地站在那里 嫉妒和打脸兼有吧 高飞想找条地缝钻进去 有个这样的对象 怪不得周成对其他人不动心呢 她不得不承认 别说那个当幌子的表妹 就算她自己也和周成对象 差着等级呢 随即又愤愤不平地想 长得好看又怎么样 还不是一个外甥女人 高飞把对方从头看到尾 想找到外地人的寒酸和吐气 看来看去 夏小兰却像是比她更时髦点 高飞有点恼羞成怒 这样想着高飞才找回一点骄傲 老天爷是公平的 不可能让一个人样样好 长得一副讨男人喜欢的狐狸精样 难道还得给他一个好的家事 靠着长相把周成迷住了 周成啊还是太年轻 找对象只看长相怎么行 一个外地女人 看周成那得罪样 老方也嘀咕 人都是视觉动物 在封闭落后的小地方 夏小兰这样的脸 被人说长得不庄重 看着就浪 离开大河村 她也不可能一下子变成 一脸正气的女主脸 但人们对装不装重 其实不那么看重了 人对美的追求是本能 一个秀色可参的女朋友 是能让方营长羡慕极度恨的 高飞不是不够好 可如果能和周成对象的长相 换一换 方营长就觉得 人生圆满了 你们都傻在那儿干嘛 还不叫嫂子 这是我对象夏小兰 周成打破了僵局 她手下那些兵 是被训练出条件反射的 马上站直了腰背 原地敬礼 嫂子好 欢迎嫂子来检阅工作 嫂子 我是营营的牌长 周成黑脸 这都说的什么玩意儿了 让你们打招呼 不是这样详细自我介绍 是不是想要我抢脚啊 周成把那几个人给记住了 等夏小兰走了 再狠狠收拾 夏小兰扑斥一笑 大家好 初次和大家见面 你们不要太客气 我还要谢谢你们 平时照顾周成呢 谁照顾周营长啊 周营长哪里用得上 他们照顾啊 不过营长他对象 说话真好听 不仅是声音好听 说话的内容 也让人高兴 客气话也要看谁来说 有人说的透着一股虚伪劲 夏小兰就特别真诚 周成看着夏小兰 也是满满的骄傲 夏小兰不爱作 寄东西都会特意给很多 让周成分给战友一些 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 周成和夏小兰 谁都不缺哪钱 夏小兰是想让周成 在部队的人缘好 让他日子过得舒心 才考虑得这么细 这是我媳妇啊 周成的那颗心都要从胸腔里跳出来 偏有那不合十一的人 要跳出来破坏气氛 高飞特别自来熟 周营长 你对象是哪个省的人啊 说话一点都听不出口音来 嗯 这是 一群当兵的里面有个年轻女人 穿着便服 那就是部队的家属了 夏小兰等着周成介绍 她眼睛专注看人时 特别传神 好像汪着水 周成被这样看着 哪儿还记得之前的不耐烦呢 随口介绍的 哦 这是方营长的对象 高飞同志 你也叫嫂子吧 夏小兰在外人面前 是很给周成面子的 乖乖叫人 嫂子 我是玉南省的 玉南省啊 那可是个穷地方 高飞暗暗不屑 夏小兰的嗓音是天生的 就和这长相一样 娇娇软软的 第一次见面的人 会误会她性格软 高飞就觉得好欺负 忍不住想要为难夏小兰 玉南省啊 我还没去过呢 你们那里产什么呀 她这样问 就是给夏小兰挖坑 玉南省再穷 也总会有特产吧 从玉南省来部队 不说给别人带点东西 也不给周成提点啥 高飞就是要当着众人 让夏小兰没面子 周成要是也觉得丢了人 两个人感情有嫌隙 高飞就痛快了 也说不上多坏 年轻女同志一时想不开 干点有失风度的事 很常见嘛 可周成就皱眉了 这老方的对象是咋回事了 一直缠着我媳妇问东问西 没点眼色紧实在太讨厌 就这还说她家事好 周成都快不认识 家事好三个字了 夏小兰好像一点没察觉到 高飞的恶意 她顺着高飞的话老老实实答 新正产红枣 焦作产铁棍山药 新阳的毛风不错 越南是农业大省 农产品很不错 高飞脸带微笑 一脸向我 说的人都馋死了 可惜我都没吃过 高飞那意思 夏小兰没带点来 是挺遗憾的 夏小兰是空着手来的 周成就没指望夏小兰 从商都扛点啥特产来 那种粗活能让她媳妇干吗 高飞的恶意 让周成手下的兵都好尴尬 他们热情地叫嫂子 可不是为了讨一口吃的 整个营两三百号人 夏小兰要带着吃的来 该分给谁 分到的肯定心里高兴 没分到的 心里咋想 夏小兰好像终于领会到 高飞的前台词 他一脸歉意 对着周成说道 那些农夫特产 我一个人也不太好拿 我 他们本来就离大门 不是很远 正说着 东来顺送羊肉的人 总算来了 康伟把钱给颠覆了 要把羊肉往里送 警卫般的 不敢随便放行 想要跑着过来 周院长 门口有人送羊 说是嫂子订的 夏小兰正好能接住话 我想 干脆请大家吃烤群羊吧 武甲 武甲 内疗上 locks